消防员只是去拿了个外卖 结果回来就发现消防车被偷了 尽管消防员拼命追赶 消防车还是扬长而去 留下消防员们不知所措 他们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 随后警车很快展开了追捕 女警不停在车内喊话 可小偷就像听不见一样 在马路上横冲直撞 随着围追的警车越来越多 男人也即将被抓捕 可谁知男人车技高超 硬是冲过了狭小的路口 此时街警中心也调查出了小偷的来历 原来他梦想当一名消防员 在三年里参加了六次考试 可每次都是倒数第一 既然考试不适合自己 他就偷偷溜进消防局 偷走了淘汰的消防装备 更是从网上购买了对讲机 时时监听消防动态 只要听到有出警任务 他就偷偷混入其中 假扮消防员过一把瘾 听到这里 消防员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而小偷偷走消防车 正是因为此时一栋大楼发生了火灾 消防员想赶去救援 可无奈消防车被偷走了 只好暂时乘坐急救车 先赶往火灾现场 在路上 队员用对讲机联系上了小偷 通过对他进行心理调解 也对他的行为表示理解 很快小偷就把车开到了火灾现场 担心自己被抓 他停好车立马逃跑 却不小心摔了一跤 很快就被警员们逮捕 虽然知道他是好心帮忙 但是也必须要接受法律的制裁